哈喽,大家好,我是老妹 今天是我来西藏的第二天 俗话说,进藏必自甲318,走怒江七十二拐 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了318国道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318国道的一个山顶上 现在还飘着雪花 从山顶往下看,这里真的是绝美 我感觉好像就在云彩里一样 看山下边的小路 这里大山和云彩都连接成一块了 简直就像一幅水墨画 太漂亮了 你看那白云在那大山之上 好美 从这里往前走 再走一段距离就是怒江七十二拐了 我们现在到了怒江七十二拐这边的一个停车场 下面就是怒江七十二拐的观景台 看这边现在好多人在这边玩 先从这里看看七十二拐 这是山路多少弯 七十二拐 三18国道从这里下去 然后沿着山路一直走 很多很多的弯路 七十二拐 从这里看的不太清楚 去观景台那边看看 好多人过来这里拍照 打卡 看这里还对了一个写人 这是 这里还有弄着专业视频过来拍照的 这里看看 弯路非常非常的多 这里一直拐一直拐 那边还有小鹿 绵延的大山里 弯路太多了 好谢谢 好 有点黑的病 这边又下雪了 不知道是下雪还是飘雪什么 到处扶着飘 在这里看山下的小路上的小汽车 就跟一个小蚂蚁似的 飞着一个无人机 这无人机派个前景 这里太漂亮了 来了一辆大客车 一会儿这里就满人了 现在这个雪庄是越平越大了 看到下面是飘的雪 风还很大 太冷了 这里是一会儿阴一会儿晴的 光拍还有太阳 这会儿已经阴阴沉沉的了 现在往山下看 已经看不见路了 只能模模糊糊的看见一点 可能是下雪 就让白雾给淹没了小鹿 我已经冻成这样了 绣上一片雪白雪白的雪花 现在去车上暖和暖和 这会儿下雪下的真大 去山下路应该也不好走 平时就不好走 下的雪花就更难走了 车上暖和暖和 冷冷带走吧 现在是下午五点四十六 本来以为啊这个雪花 是飘过来的 没想到是下雪了 这会儿还越下越大 现在这个观景台上 我没想到 下雪都走了 不知道雪什么时候停 所以我们打算就下山了 如果今天晚上下一晚上的话 就不好走了 还是趁现在快下山吧 旁边还有一个卖东西的地方 这里玩玩还是挺好的 顺着七十二拐 我现在开始下山了 这里真的是到处都是急转弯 看下雪下的山里 那个雾气都啥也看不见了 在这里躲 要是没有走山路经验的时期 还是要小心一点 看这个乱路多急吧 真是急转弯 一环一环又一环 我们现在是才刚开始 才要走很久 我估计下山吧 就该天黑了 今天晚上我们就去前面县城 去那里住 在这里太危险了